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上海浦東新區唐鎮前晉村 農雅人呂湘福家面臨鎮政府強拆 1月17號遭500多人圍困 5人被抓走 1人被打傷骨折 家中成員有5人逃到屋頂避難 到20號 5人被困在屋頂已三天 當地政府人員聲稱 他們只要下來 就要抓捕定罪 陝西省商洛市鎮安縣女訪民劉順榮 從2008年8月8號被警察抓捕後 在米糧鎮派出所死亡 警察推卸責任不予立案 家屬和知情人士都被封口 日前 500多名陝西訪民連署舉報 要求當局調查劉順英的死亡真相 1月18號 廣東省司法廳正式吊銷了 維權律師劉正清的律師職業證書 理由是 他在評審中發表了 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 大陸法律界認為 這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國現有的律師制度 1月14號 吉林省陶南市的30多名 被辭退的民辦、代課和幼兒園教師 集體到市政府上訪 要求解決養老保險問題 陶南市教育部門的官員出面與教師代表對話 拒絕了教師們的要求